好 昨天发生了这一起爆炸意外 现在抢救现场的内部画面也曝光了 时间交给启云 大火浓烟染红整个黑夜 消防员冲入厂房救火 没想到又是接连 急起爆炸 换成消防员请求支援 风鸣声不断传出 接着大型挖土机进场 现场封锁线无限扩大 另一个厂房也被烧得焦黑 玻璃也随之被震碎 一旁更传来民众的大声唾气 发生严重火警意外的屏东 明洋科技公司 是国内知名的高尔夫球制造商 去年生产2.6亿颗外销 占台湾市场比重49.7% 等于平均每两颗 就有一颗是明洋生产 但厂房如今受到大火侵蚀 董事长刘安浩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先关心员工状况 发现说有烟跑出来 然后就开始处理 隔没多久它就产生爆炸了 厂内化学原料爆炸 引发火灾 现场浓烟冲天 还传出阵阵的刺鼻臭味 董事长说话 今天不断望向火场 原本受惠于疫情期间 高尔夫球运动盛行 名洋去年营收高达35.98亿元 创历史新高 今年渴望再突破 有双位数成长没想到通通 复职一聚 有多少人现在就是在清典当中 有一些员工已经送医院了 那有一些员工可能还有 在里面还没有跑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地赶快 找一些相关的方法来 抢救人为优先 准备迎来第四季的旺季前夕 却发生工厂爆炸惨剧 但营收得先放一边 如今还是救人优先 记者中文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